富婆出路财富,直男从此不走弯路 两位富婆姐姐的评论区激烈程度,不亚于山东考工 姐姐的一张图片,一个地址炸出了数以万计的汉语言文学生 姐姐不经意露出的车标更是让多少直男不想走弯路 第一次去卢浮宫并没有什么感想,因为属于我的蒙娜丽莎早已遇见 妹妹今年也大一嘛,我去迪士尼转礼圈,没想到我的公主却逃到了西安 远看林芝林,近看关芝林,再一看,原来是我的搭理 原来咖啡不加奶是最苦的,后来才发现没有早点遇见你才是 美籍华人见多了,华籍美人还是第一次见 姐姐,我一个月生活费1500,愿意给你一薪314,剩下的1850是我的身高 还有的8块是我的腹肌,别问为什么少了7块钱 因为我对你的爱被判无期徒刑,刷了两小时评论区,愣是没有一条重复的 甜蜜浪漫的话语无一步透露着对豪宅豪车的渴望 就连五星上将麦克阿瑟都表示 要看着男职不职,就看女生职不职 18岁的我嗤之以鼻,28岁的我竹子分析 爹地们,网上的东西都是虚拟的 这两个妹妹,你们把握不住 而身经百战的我,绝对能把握住 把评论删了,让我来